我现在呢,正在去往斯坦福学区图书馆的路上,在国会议员埃尔格林的亚裔代表,谭求情女士的极力促成和多位华裔领袖的努力下,今天呢,将在这里成立德州福变郡第一个中文图书部,那么就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到现场看看吧。 想请您介绍一下为什么想要发起第一家中文的图书馆。 是的,我是这个地方,这个小城市Stafford的居民,而且几年前他们成立一个中文学校,我帮他们很多忙,像是征求老师跟学生,现在已经到三年级了,那他们那个老师常常跟我说他们需要一些小孩的中文的课外读物,我想说我家的书,就是我到,不管是到台湾到大陆都买了一大堆书,每次这样一本一本的扛回来。 当时我想说,可能我应该把这些书捐出去,这些都是我的宝贝,包括我妈妈的这些名画这个收藏,我要是把它放在家里,就是我一个人看,可是我如果捐出去的话,所有人就可以看到,而且我们中文书在这个,我们的社区很少看到一个中文图书馆,所以我就跟那个校长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个地方放一些中文书,我可以捐给你三百本,他说没问题,我们高中图书馆特别为你设一个中文部, 你把书全部捐给我们,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两年前的事情,几个月以前呢,这边的校总监,Dr. Bossy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亚裔的文化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希望说这个城市能够有很多的亚裔学生来参加我们这个学生的,就是学校,他们准备要成立一个Magnet School,就是资优班,资优学校, 结果他说,怎么样能够帮忙我,我说,你要是能够给我一个经费,或是一个场地,让我有一个中文图书馆的话,我就可以帮忙,没想到他说,没有问题,我一定帮忙,因为我很希望有这个,我们的亚裔学生,到我们的SMD,就是staff来上课, 而且我们这个自由学学校开放,需要很多亚裔学生来上课,我们成立一个中文图书馆,所以我在上个礼拜开始跟几个朋友讲,没想到就一个礼拜之间,好多的侨领,好多的义工来帮忙,我们现在已经募到一千多本的书,所以我觉得只有几天的时间,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个华人朋友们,你家里一定有很多书,因为我知道大家都是爱书人,这个公开给所有华人,所以把你的书, 捐出来到这个图书馆,成立一个第一家美南,就是Fourband的中文图书馆,不但是帮助我们中美交流,文化交流,而且让美国人看到,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是多么,多么的精,就是多么的优秀,多么的好,这个城市也需要一些多元化的,就是多元化的这个精神粮食。 we want our kids to not be number two, we want them to be number one, and so we want to provide opportunities, that are going to make sure,nothing就知道, dah不是常选择 stamp it first, there's no need to choose a private school, When we offer that kind of opportunity right here, there's nowhere in Fort Bend County, I want this to be a place where every one of those children can come here. 而家庭没有在 Stafford 我们欢迎你来到 Stafford 我们希望你能够成为我们的社会 王老师您好 我知道您是昨晚一得知 这个成立中文图书馆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捐出了自己的作品 我觉得呢 这个书是很重要 我自己是这样 一生就是 大家不说万卷书 万里路 我实际上也做到了 就是这个知识 很多知识都从这个书上得来 尤其我觉得美国人跟中国人 很多地方不够了解 当然做朋友这种沟通是很重要 但通过书来互相了解 是非常重要 而且我今后呢 也还会捐很多书给他们 希望大家互相了解 在我们这个Stanford 就紧邻着我们唐城美术 这边是一大片 有华人社区 我觉得把中华文化带入 带入这个整个社区 然后也方便中国人借书 雅一也有很多ABC的小孩 他们都愿意学中文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 就从中国大陆 募集到了一大批 差不多一百来本 能够让小朋友阅读的中文图书 捐献给了 Stanford学区的中文图书馆 希望呢 不单是中国的孩子 也包括美国的各个族裔的孩子呢 都能接触到中文的图书 和中华文字的教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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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